资深音乐人李昆成与林静恩的《爷孙恋》引发关注 今年4月他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6岁 当时林静恩向外界透露 李昆成其实生病前已被妥结婚证书 甚至已经签字指示在等他而已 加上当时李昆成生病入院关系 为了方便签署住院文件需亲属签署 所以他才答应结婚 对被三明蒙酸年纪轻轻就赚到遗产 当时他也霸气回击根本不需要跟外人交代 坦言李昆成留给他生前真爱的黑胶 留生机等 没想到李昆成儿子李卓轩 今27日在脸书上控诉继母林静恩 伪造文件抢房产 更表示接下来会向法院提告 李昆成儿子表示 林小姐在医院结婚 只是为了伪造生前夫妻赠予抢房产 李卓轩在脸书踢报说 结婚证书我爸根本没有写好给林小姐 林小姐自己写好几份 预备拉我爸的手用盖指纹的 我爸已经手没办法签字了 把我爸的银行户头里的救命钱领光 生前完全拿到遗产过户后就躲起来 更怒劈林静恩霸占着老家 遗产税也不处理 房贷也不缴 整天在老家喝酒打电动 破坏东西摔东西 从小长大的老家被搞得乌烟瘴气 索性他成功进门将神主牌抢救移出来 否则也是会被林静恩摔烂 最后忍不住大酸 这也叫真爱 这叫贪婪好笑至极 李卓轩也表示这间房子早已贷款过四笔 负债满满虽然详细负债金额并不清楚 但认为林静恩根本没办法负担 一个月四万七的房贷 所以也只能等法拍而已 并且他要向法院提告他侵占 伪造文书 使公务人员登载不时等 他坦言当初本来没有打算与对方撕破脸 李卓轩说 我就看他表现啊 结果他竟然在家里砸东西 如果好好找工作 缴房贷 房子也可以给他 目前针对李卓轩指控 林静恩尚未有回应 不过其实林静恩早在2015年 就曾在脸书揭露李坤成有车贷房贷 且每到月底 存款都会见底 林静恩当时写道 很多人说我是笨 被男人拐骗 又有一方说我很聪明 待我的男人过世后 我将可接手他的财产 而我认识的他 车贷房贷都尚未缴轻 每月必须缴付数万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监 我订阅 这一方是我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